再来关心美国的全民健保 明年就要上路了 团体健康保险是首当其冲 现在中小型企业的雇主 该何去何从呢 而这部分立法上的漏洞 又会影响到哪一些民众的权益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 千万是不可以错过 由资深媒体人蒋雨桥跟陈亮 联手主持 东森美洲台重金打造的 谈话星节目《蒋亮话》 将会在7月6号星期六晚上8点 为您请来专家深入分析 你的健康保险费 大概会比现在贵20到30% 那不是新闻 那如果说没有涨价 那叫新闻 看保险公司负责人上节目说真话 欧巴马全民健保实施后 健保费会大涨 尤其是年轻人负担最大 怎么会这样 明明应该是人人叫好的社会福利 最终却变成全民买单的昂贵费用 资深健保专家将在节目上 说清楚讲明白 你的收入到底可以拿到 政府多好的补助 还是你要全部要自费 总统的东西 你真的只有找一个 你相信可靠的保险经济 而且将来你是不是还需要它服务 不只健保费大伤荷包 医疗网的服务项目也大受冲击 医护专家表示 新的健保制度实施后 小手术都不会上大医院开刀 这将和一般民众偏好 喜欢上大医院看病 感觉医疗品质会比较好 心理上比较有保障的想法完全不同 有些病人要服务的 我们给他服务 不需要的我们希望不用进医院 要是想开刀的 我们可能不需要到医院 开刀我们跑到 那个四十五千里去 这样子 希望我们的成本会低一点 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 全民健保的优缺点 来点醒民众新健保法 所带来的改变和影响 这一集的奖量化节目 每期时间7月6号 星期六晚上8点钟 将在东森新闻台播出 而南加州超市无限62.6台 则在每期时间7月7日 星期天晚上10点首播 欢迎民众准时锁定观赏 东森新闻叶勇之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